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什么 也许是我多心了 二软姑娘 你 你在做什么呀 易泽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你到底是什么腰啊 我 我闻到你身上的腰气了 虽然很淡 但是我能感觉出来 我 你别说 你别说 让我猜猜 是 小兔子 小 那就是 小狗 在下 是娇人 原来是条鱼啊 姑娘 娇人并非鱼 我很喜欢鱼的 以前在乌山的时候 有条大横宫鱼跟我关系可好可好了 易泽 你能不能现出原形给我看看啊 那条大横宫鱼可好看了 腮帮子可大可大了 这样的 你怎么说 她都很自然 好 她都没有想到 你怎么说 她都没有想到 那条大横宫鱼可大了 我已经在要这种 那条大横宫鱼可大了 你怎么说 她也很难看了 那条大横宫鱼可大 我看他就有这个 这自己 三年前 这不可能 话说明日我们怎么离开这儿啊 先前我在后院中查探 发现有一道法力捷技 想必是谢一大使所设 虽然封印十年已久 并不牢固 可是依然足以 阻止在下的传颂之书 或此类空间法术 此处三面环山 除了被牢王他们堵住的吊桥之外 再无其他下山通路 为今之计只有应闯了 仙女妹妹 你放心吧 我会保护你的 就你那点三脚帽功夫 不拖后腿就行 阮妹妹 还是交给宜泽保护吧 好呀 好呀 宜泽 那你施法术的时候 会不会变回原型啊 并不会 好可惜啊 我还没见过不在水里的鱼呢 二软姑娘 在下 真的并非鱼泽 如今 我无父 无兄 这天下虽大 却早已没有我的容身之处 我倒要看看 这求不得爱别离的诅咒 究竟会如何应验 我可以不顾惜自身 然而 母妃却又当如何 我最后的诅咒 我悔悲 明天下虽然是 我没有 我都会质 你能不能够 我能够 你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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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够 是姨泽 哇 世上还有剑舞的这么好看的人啊 正好看呢 你怎么停下了 莫不是因为我偷看 解一个个说过 你们人有个说法 叫做观其不语 真君子 难道看武剑也不能出声啊 人真是好麻烦啊 叶已深了 姑娘 早些休息吧 你这个人好怕羞啊 碰一下就脸红 看一下就想跑 可是解一个个说过啊 只有女孩子才会这么害羞啊 在下并非如你所说 是吗 那你回过头来我看看 在下从未冒犯姑娘 不知姑娘为何屡次调笑 调笑 我有吗 我懂了 你是不是不愿意跟我说话啊 那我以后不烦你就是了 在下并无此意 那你就是愿意和我说话了 在下也不是 你这个人好麻烦啊 既不是愿意又不是不愿意 你到底想怎么样吗 在下错了 在下 这就告辞 回来 不准走 话还没说清楚呢 男子汉大丈夫 说话怎么不清不楚的 在下 在下 说呀 在下 愿意跟阿阳姑娘说话 我也愿意跟你说话 可好玩了 阿阳姑娘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想问便问呗 为何姑娘 对腰泪 没有半点的嫌恶之情 为什么要嫌恶啊 腰和人有什么区别吗 很多人都觉得腰就是恶 那是他们想错了 我要是碰到这种人 一定好好教训他们 多谢姑娘 只是在下身有妖气 还请姑娘放在心里 不要多言 为什么呀 是人是妖 又有什么关系呢 人一伙妖 确实无关紧要 只是在下是人是妖 却关系太多人的生死 一旦泄露我的母亲 师门 朋友 甚至侍从 都将面临灭顶之灾 是妖精的 这么严重啊 我听文人姐姐说过 你是皇子 虽然我也不知道 皇子是干什么的 但是大概跟这个有关系吧 的确如此 你放心吧 因为我是神仙 所以才能够看出你的身份 常人很难察觉出来的 我绝对不会再告诉任何人了 有劳姑娘 夜深露重 姑娘 还是早些歇息吧 好 对了一则 你的剑舞得很好看 但是 有种很悲伤的感觉 心仪哥哥说过 太阳每天都是东升西落的 天地日月 不会因为任何人而改变 一个人唯一能掌控的 就是自己开不开心 所以这件唯一能掌控的事 一则 你可千万不要放过了 在下 记住姑娘的话了 那就好 晚安了 晚安 下来 明天 看 又是 不用再找了 我早就派人查探过 这是唯一一条 可以通往下山的路 除非你们长了翅膀 可以飞走 瞧你们这风餐露宿的 这又是何必呢 不如干脆就退下吧 到城里面吃顿好的 就算我请客了 风餐露宿 还不多亏了你爹 这二十多年来 我早就习惯了 喂 狼王 你跟我爹到底有什么仇 什么愿啊 你怎么不亲自去温雪烧城 我是问过我爹 但是他不肯说 他当然不会说 这个狗贼 倒也有廉恥之心 喂 你今天要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案 就别在这儿骂骂咧咧的 你们平时都靠嘴打架呀 好 我今日就帮他月少场 让他儿子好好了解一下 他爹的为人 我听着呢 小子 你可曾听说过西域捐毒 捐毒国不是早就被灭了吗 你是捐毒人啊 二十年前 正是你爹带兵攻入捐毒 以惨绝人寰的手段 将我捐毒国一夜之间覆灭 我副帅勿火罗 更是被你爹销售残害 若是梁军在战场上死杀 即便我军将士全部阵亡 我绝无话可说 可他月少成 突破我军防线之后 却下令 将捐毒城内 数十万无辜百姓一一突进 你可知道 你胡说 不可能 我爹不是这样的人 当年月少成 带兵攻入捐毒的时候 你才多大 你又知道些什么 我虽然没有亲眼看见 但是我了解我爹 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我只相信我自己的眼睛 这十多年来 卷毒灭国的惨像 没有一日不在我脑海中萦绕 不会的 不可能 不如这样 你跟我回长安 咱们找月少成当面对峙 你是想骗我回长安 所以才编了这些话 对不对 信不信有你 你 先不说这些了 那你弟弟呢 跟我爹又有什么关系 我和我弟弟 就是在这场战役中 失散的 当时我以为他死了 直到月少成告诉我 我弟弟还活着 无论如何我都要去找他 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情人 唯一的情人 我明白了 小子 你有酒吗 你就不怕我在酒里下毒啊 我现在不想要你的命 所以 你也不必处处防着我 我现在只想平平安安 把你带到月少成面前 换取我弟弟的夏儿 至于我和你爹的仇怨 我迟早会找一日 光明正大地跟他分个生死 这些人 属下一路追踪月无疑等人 直至发现这封流书 因事关重大 未敢擅自动手 一切交由大祭司定讨 这确是谢一的字迹无疑 三年前 这怎么可能 谢一不是十年前就死了吧 有意思啊 本座现在对这个谢一 是越来越期待了 请大祭司示下 本座现在唯一担心的是 那几个少年 是否能顺利地 把谢一找出来 属下愿亲自带人 搜捕谢一 若贸然前去 只怕会打草惊蛇 谢一若真的在朗头寨 本座一定有办法 让他自行献身 敢问大祭司 那个月无疑 怎么处置 届时一并情悔便是 他跟谢一 与昭明下落 逃不了干系 是 李莹 他利用我猎山一族 助他残害下界亿万百姓 将整个猎山一族 变成半人半魔 这悲剧当真值得 无论是尊严正义 还是信念 还是执着 只有在你 还活着的前提下 这一切才能变得有意义 这些怀有疑心的人 是否需要我帮你清理门户 你是本座最得意的弟子 也是最为信赖的人 也是最为信赖的人 可你今日的所作所为 让为师极为心痛 我 赵明杰 绝对不能交给你们 就比你 你能当得住我想得到的一群吗 在你的内心 难道就没有一丝 以后的会晤啊 往日种种 如传儿时 何必 在地 死而复生 当真有趣 童 你以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大祭司心里 不是早有答案了吗 这当今世上 也只有他能做到 好 老王 快看 是岳无依他们 他们做的是什么东西 岳无依 老王 昨晚你说的那些事 我日后自会向我爹求证 至于你弟弟的下落 大可放心 等我回到长安 一定要老爹把他的情况 一五一十告知于你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追不追 狼王 加帕尔的事比消极 我们要不先回岳泉村 还有 这些逆搜船大 找起来很醒目 我们才能打听到踪迹 可是现在找起来很困难 没有十天半个月 根本发现不了任何踪迹 对 好吧 土修 带几个兄弟 继续追踪他们 无论结果如何 定是非应传信于我 其他人 跟我回岳泉村 向左 向左 岳老夏 我是在往左呀 你别乱晃 不是我在晃 是岩家鸟在晃 你要不乱晃 岩家鸟怎么会晃 我们飞得好高好快啊 小叶子 你快看那边 那是什么鸟啊 居然飞得比我们还快 你再飞快点 我们超过它 在哪儿啊 超过它 岳兄 这个时候你还敢分心啊 阿婉姑娘 眼下还是先不要打扰岳兄 那好吧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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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儿 两边一边儿够啊 看齐了 他就是老寨主 别摸摸蹭蹭的 老寨主 那边儿 看着 老寨主 老寨主 上师 见过寨人 老寨主上师 你们先聊着 我去帮我娘了 好 不知上师是否想到什么良策呀 就在此地做法降雨 多久 你是鸡山于主 并且相信师父 太 tab儿子 你 townsゆ 去死 应该认同一个僧 buches 我下我的策畔 我扯断枭 多守城 更多可不可不可那些 走 过来 都过来 快 快来啊 都过来 都过来 快来 都过来 那神术 长出来了 你那儿 长牙了 长牙了 又长高了 你也长大了啊 快看 这 这 这太神奇了呀 又长到天上去了 这太神奇了 太神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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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可真不得了啊 这么快就长钱了 肯定是神术啊 太神奇了 太神奇了 此术名为忘忧 谢谢长师 谢谢 谢谢 不 是 我跟你说啊 这个树长得这么快 一定是这个上师 真的有法力啊 风来了 又云来了 现零了 这要下雨了 现零了要下雨了 多谢上师 多谢上师 不必多礼 这网忧术所受的怨力 还远远不够 除非债众之人 全来参败此术 这一团乌云 才有可能化了 好好好 听到没有 快 招呼大家 参败神术 快 参败神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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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附近 撞了两个时辰 怎么连个人影都看不到 按理说 大白天的 应该有债民出来劳作吧 或许离朗得债 还有些距离 你们看那边 这景象 那里就是朗得债吧 为何只有朗得债的上空有乌原 其他地方却没有 不 雷云不会如此之低 据在下看 那更像是一团黑色的雾气 黑色雾气 不管怎样 咱们先去看看 大家小心 我总觉得不太对劲 好 走 走 小心 别碰着雾气 这是牛奔他们送的甘露灯 这团黑雾 果然有问题 这团黑雾 果然有问题 这团黑雾 那寨子里的人 岂不是很危险 我们快进去吧 走 走 你 microscopic 要在哪里 可是你的 esos 哎呀 不要 安分 却是一定的 索乱 是吗 小朋友 小朋友 你怎么了 小朋友 小朋友 什么情况 朗德寨一定出事了 我们去寨子中心看看 好 他们这是怎么了 难道他们都疯了 不管怎么样 我们千万不要伤及他们的性命 二人姑娘 你放心 我会保护你的 那 那我呢 我会保护你的 不算狠手 根本打不退他们 怎么办 撤吧 这么多 怎么撤得出去 你们看什么 快跑啊 哦 原来阿冉姑娘的法术这么厉害啊 方才在下还望盐要保护姑娘 真是 哎呀 你们好笨啊 我都说了我是乌山神女嘛 当然厉害喽 现在怎么办啊 难道寨子里面 一个正常人都没有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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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去看看 救命啊 救命啊 你们 你们别过来 我会杀人的 大娘 你放心 我们是没有疯的 你们 你们是从外地来的 大娘 您别担心 我们刚刚才来到寨子里 就发现 这儿已经 八叶 八叶 八叶啊 大娘 你可知道 老德寨为何会变成这样 我不知道 我和八叶 刚从外面摘完石榴回来 整个村子就 你 求求你们 救救我的孩子 他还没有疯 求求你们 救救我的孩子 那你知道 他去哪儿了吗 他跌了一把斧子出去 说是去砍树 拦都拦不住 砍树 大叶 八叶 八叶 娘 你怎么这么傻 要不是娘 带着几位少侠赶来 你的小命早就没了 娘 都是我的错 要不是我把那个人 带进寨子 也不会变成这样 难道是有人 故意种下这棵树的 对啊 他骗我们说 对这棵妖树祈祷 就能下雨 可是现在黑雾越来越多 却一滴雨也没有下火 所以 在树下起雨的人 都疯了对吗 八爷娘 你先带她回去吧 好 走吧 门人姑娘 你怎么了 自相残伤 人性泯灭 乌云盖底 这种情形 在别的地方也发生过 你是说 还有过类似的情形 你有没有听说过 安阳封杀一事 难道这两者之间 有什么关联 数月前 一颗巨大的妖枝 忽然从天而降 在安阳县境内 落地生根 没过多久 县城里的人 便开始自相残杀 什么 那跟封杀又有什么关系啊 我也不知道 只知道当天夜里 一场封杀突然而至 像是为了掩盖什么真相似的 将整个县城 埋入地下 居然有这样的事 闻人姐姐 那你们没有将这件事情 告诉别人吗 早已承包给朝廷多次了 只是一直没有处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朝廷只听说过封杀一事 并不知道 当中发生了如此害人的事情 难道朝廷当中 有人故意隐瞒真相啊 更让人不解的是 信义大师早在多年以前 就来白草谷警告过 日后将会有天外妖职 倾袭神州大地 只是当时谢一大师的话 并未引起白草谷的重视 我师父便出国调查此事 却咬无音信 那么问题的关键 就是这棵妖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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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 与妻 小子 当屋不存在吗 我叫你的时候你不出来 不叫你的时候你自己出来 你故意的吧 尔等愚昧 竟不识得这树上黑雾乃是魔器 魔器 小子 你将甘露当给他 好 听你的 道术之本在于驾驭清奇 它的道术根基不错 如以道术将甘露当驱邪之力 催动到极致 或可令魔器暂且推散 将这树砍弃 在下定不辱使命 只是魔器乃智拙之物 即便倾尽全力 怕也只能争得一瞬空隙 且甘露当之力 多半会暂时耗散 等待恢复又不知何时 这么说只有一次机会啊 不错 只有一次 当魔器退散的那一刻 你要瞅准时机 上前用寒光将这树砍了 把我的岁点势 把他打得极了 那一个小树砍 恐惯 让你味着 那都是 又不是 样有 把天 闭 Random 种下妖术的人还没出现 我心里总是不太踏实 一泽 你见多识广 可知道朕妖术的来历 虽然从未听闻 不过 倒也能猜个大概 此物十分特异 先鼓舞活物心绪 令其颠倒惶恐 爆裂不安 后将喜 怒 思 忧 恐 等诸般情绪吞噬殆尽 什么 吞噬情绪 这怎么可能 在下曾听师尊提起过 上古魔族中有心魔一脉 以人界心念五情为实 有喜忧 憎 怒 常肆意挑起争端 然后暗中保释 他们的做法 与这棵妖术有几分相似 一泽 那你的意思是 这棵妖术是魔族的人种下的 倒也未必 只是 小心 传送术 明传上是 你们认识啊 就是他 他就是仲下妖术的坏人 韩光 我倒是大意了 没想到你们下届 也能有这样的神兵利器 竟然能斩断举木 你说这个东西叫做举木 你太残忍了 居然害了这么多人 看来暗阳封杀事件 与阁下也脱不了干系 你究竟是何来路 我 我 刘悦成太阴祭司 明川 刘悦成 是你 当年 当年伤我的 就是你 你 那么 老人 老人 从 老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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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